伊登大师是段玉的亲孙子 为什么段玉捏着六脉神剑而不传 天龙八部时代背景在社雕以前 按照剧情发展的脉络来看 伊登大师段之星正是段玉的亲孙子 为什么伊登大师没有学到段玉的六脉神剑呢 我们知道段玉运气极佳 拥有北明神共灵波威部六脉神剑 这几种神奇武功 后期也仅有虚逐一人 可以与之匹敌 这样的实力之下 肯定会想着把武功传承下去 怎么只有一阳指得到了传承 而北明神共六脉神剑灵波威部都没了呢 北明神共灵波威部很好理解 毕竟是逍遥派武学 而且自己的二哥虚逐也会 没必要把这个传给后人 况且自驾还有一阳指和六脉神剑 不过六脉神剑没转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看过天龙的应该都知道 六脉神剑是一门极为难学的武功 从古至今也极有段玉和先祖段司平慧 这门武功需要以四品一阳指为基础 再在这个基础上练习经济 天龙寺的那些老和尚一辈子 也就学会了一脉六脉神剑 可见六脉神剑极为难学 再就是六脉神剑对内力要求极高 端玉也是机缘巧合下 吸取了多人内力才能顺利吸得六脉神剑 以射雕中一灯大师的内力水平 恐怕远不能达到可以修炼的地步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个 六脉神剑的剑谱早在旧魔之上天龙寺的时候就烧毁了 而段玉又是一个不喜欢习武 更喜欢看树的人 有一身武功也是机缘巧合 更不会想着把六脉神剑给记录传承下去 所以六脉神剑没有剑谱 还不好学内力要求又高 段玉又没有什么作为 自然作为亲孙子的一灯大师 学不到这六脉神剑了 今天市井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欢迎关注于点赞 在 Mamoru circul问得到不了 ここ开始 我们等待会论 我们 Should Tune 一下 �를 要 col